网上的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,带上一些图片,说他这个番茄啊,当然了,我这个番茄已经打头了,因为现在已经这是第九岁房了,然后上部的椰片的,如同那个鸡爪一样,皱缩着,然后那个生长点啊,老化,不长,当时给我发了信息以后呢,初步判断,出现在施肥的问题上,什么原因呢? 就是临肥过量造成的,现在特别是种瓜菜啊,一般情况下都不缺肥,你要考虑的什么,是肥过量的问题,好比刚才那个粉丝给我说的,实际上他那个就是典型的,临肥过量,临肥是怎么过量的呢? 就是和他的施肥习惯有关系了,我们看一下很多种植货啊,施肥呢,一般中前期呢,平衡肥,是吧? 平衡肥又叫什么?又叫傻瓜肥,是吧? 然后到后期呢,瓜类的,切瓜类的,用高甲肥,是吧?感觉是没问题啊,但实际上问题就在这个地方,平衡肥的问题啊。 平衡肥,就是蛋,临,甲,含量是一模一样的,一般切瓜瓜菜里啊,对蛋临甲的需求比例啊,一般就是在2比1比2,有的是2比1比2.5啊,通过这个比例你就感觉到啊,临肥实际上是蛋肥的二分之一,有的时候还不到二分之一的一个量,但是呢,你频繁的使用这个平衡肥以后,是不是临肥过量呢? 啊,临肥过量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什么?第一个呢,就是整个的上部叶片,啊,开始老化,啊,形同机爪,啊,圣章点呢,开始老化,啊,不再发新叶,然后果实呢,僵化,啊,如果严重的情况下,还伴随什么呀?伴随我们这个叶片,啊,变红,啊,就红紫,啊,这种颜色,有些人说这不是缺磷吗?怎么是,临肥过量呢?啊,如果是将柔, 然后配上叶片发红,这是缺磷,但是如果像这样的,啊,叶片发红,这边就是灵过量造成的,啊,所以说那样,那个,那个朋友啊,我就发信息说,啊,你现在要做两件事,第一件事呢,你这段时间呢,你别施肥了,啊,浇水的时候,直浇清水,这是第一个,第二个呢,过了这几天以后呢, 然后,你用高氮,高氧,低磷,这个配方去,啊,充施,然后今天给我打电话说,啊,现在一部分的番茄啊,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生长了,啊,这就是好事儿嘛。